西瓜作为夏季的当红水果 除了对半切开咬着吃 还有一种吃法也是我的最爱 冻成冰棍舔着吃 首先我们要挑选成熟到刚刚好的西瓜 如何挑选到皮薄肉多汁甜的西瓜呢 把瓜抱起来用手敲打 熟瓜声音浑厚手感挚弄明显 发出的声音 生瓜声音清脆 发出的声音 重熟度高的瓜画纹清晰 纹路明显整齐 颜色偏重 口感较差的瓜光泽暗淡 纹路不清晰错乱 瓜皮黄色的部分切除地面 这部分不被照射的地方 面积不应过大 越黄越好 挑好西瓜把它切开 将西瓜肉用你喜欢的方法把它弄出来 只要保证是小块就行 放到搅拌机里打成汁 用捣碎器 黏磨碗都可以 只要保证最后是液体 没什么大的西瓜块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西瓜不够甜 可以稍微加个10克到15克的白砂糖 搅拌均匀 将猕猴桃去皮 切成片状 把切好的猕猴桃片放到冰棍模子里 倒入打碎的西瓜汁 封上盖子 插入冰棍 放入冰箱冷冻室2小时以上制成型 你要是高兴还可以把猕猴桃打碎 先将打碎的西瓜倒入模具的四分之三处 盖上盖子 插入冰棍 冻个一两个小时 再倒上打碎的猕猴桃 放入冰箱前 要将模子上方粘的液体擦干净 这样子冻好会更容易的打开盖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